當然其實另外一個很重要就是 那個ALQ249 ALQ249這個夾堂已經聽他 大家已經聽他發展很久了 這次終於在環太做服役前的最後認證 因為以我們現在查到的情況說 美軍是要計畫在今年9月 怎樣他正式服役喔 今年9月正式服役的東西 結果你在環太看到 那你是不是說真的是不是你的bonus 我們這一集還要請下一個跟我們講一下 這個電站騎餐 這個電站騎餐跟之前的ALQ99 很不一樣的地方是 ALQ99他當然也是靠他上面的天線 去感知 然後去分析 然後去反制 這個ALQ249跟ALQ99最大不一樣是 你看他掛在那邊之後 你會第一你懷疑他是個附油箱 不是 我懷疑他是一個行李夾倉 哈哈哈哈 好啊這這樣真的也沒錯 為什麼 因為他邊邊有門 是 邊邊有門浮出來那個樣子 你會覺得那是可以打開塞東西進去的 可以打開塞東西進去 對你真的會 你真的也是 你會懷疑他是一個行李夾倉 真的一點沒錯 但他的天線是他一前一後 而且他一個是向前一個是向後 幹嘛咧 他有主動天線 他那個主動天線是ISAR 他把現在ISAR的技術運用到天線的技術上 所以他有包含對高頻中頻跟低頻 嚴格來講他的兩個天線是對全頻譜接收 向前跟向後 各兩個球面 然後全頻譜接收 而且他的掛法是他掛兩個 左翼跟右翼下面各掛一個 很來好我們這次碰到其他國家媒體 他懷疑說是不是也跟ALQ99一樣要掛三個 或者是只掛一個掛在中線 對 然後但是從我拍到的構型 確定的一件事情是 他左右翼下各掛一個 就是掛在原先ALQ99的位置 然後原先他要掛三個ALQ99 底下掛ALQ99那個位置 他就換成真的掛一般的副油箱 然後延長他在空中的這樣一個時間 但是你看光是兩個再加上目標 其實他已經可以靠做三角測量了 確實是可以 不過像有時候之前 ALQ99要掛三個有一個很大的問題 在於他的電力的應用 對電力的應用 這次各位觀眾各位會員可以看到 其實249跟ALQ99在外型上 最大不一樣的地方 就是那個東西 那個螺旋養幹什麼 各位觀眾他發電 對發電 ALQ99是真的要靠那個發電 沒有在開玩笑 他真的是要靠那個發電 為什麼他有電力的問題 那所以249的這一次 這個其實我們本來跟笑偉哥商量說 要請笑偉哥也講一下Fibersheet 就是我們的F16的電站 我們後面來專門來講 我們一定要講這個東西 這個一定要跟各位觀眾過來 但是我剛剛講249的這個東西 他就變成說靠兩個門打開 是 一個向前一個向後 所以空氣還是進去 然後進去第一我覺得可以冷卻 然後第二其實他中間一定有一個 類似像沖壓渦輪 那樣的東西可以發電 也就是說 你說因為其實AISA來講 AISA我覺得他不會比PISA來的省電 當然一定會更耗電 因為他有發射的部分 對 所以這個部分來講的話 他確實是會用到電 但笑偉哥我們也必須講 其實真的 就是我再講一遍 因為新的電子技術讓他又省電 又不會那麼熱 這確實是 對 但是你說他為什麼會刻意就是說 你剛剛說 RJ說看起來像行李加上 因為他真的有門 而且他那個門是真的在空中會打開的 而且是一個向前 一個向前打開 一個向後打開 他又要形成一個氣流這樣進去 然後穿出來 所以第一他一定是冷卻 我覺得是一定跟冷卻有關 第二也一定會跟發電有關 因為他既然如果說就變成ISAR來說的話 他的發電量跟需要電力的量 一定會比過去要更大 對 當然是 對 所以這邊我們也必須要講 249 所以這一次 現在笑偉哥講的 非常的雲淡風輕 可是觀眾各位會員 我敢跟大家保證 那個一定是一個妥妥的黑科技 對 它裡面一定有很多東西 是我們不知道的 我們現在只能猜 而且什麼東西都不曉得 因為現在我們看到資訊真的不多 Nave Air有告訴大家說 249夾倉 它其實也告訴 而且Racing也有些資料 可以給大家查 對 那他就告訴你 他前面等於說 他也告訴你說 他其實他向前跟向後 是兩個天線組成的 對對對 那兩個天線 一個是針對低頻 一個是針對中高頻 然後他後面是兩個倒過來 就是大的天線放上面 小的天線放下面 它是I小兩個天線 都是ISAR主動天線 向前掃 然後向前掃 然後向前方形成一個半球 這個也是左右各向前方 形成一個半球 然後兩個加總起來 然後我剛剛講的意思就是說 它一左一右各掛一個時候 因為可以靠它兩個的位置差 就形成一個三角測量去標定 敵方的不良威脅員的位置 對 所以各位觀眾會員 我們可以從美國海軍跟美國空軍 他們的主力戰機 紛紛換上ISAR雷達之後 其實它的電站本來就是註定要換 對 它的電站本來就是註定要換 但是這個部分 這也必須講 校友哥常常跟大家分享就是說 這個美軍的資源 就很多被排擠的這個狀況 其實這個早就要換了 校友哥 對 因為他們雷達早就都換了 這個早就要換了 但是電站這個部分 其實到現在比較看得到一個 有眉目的結果 當然因為這個它的機密等級很高 所以也有可能是他們已經差不多完成 我們現在才看見 這個倒是有可能 但是校友哥這次拍到的新的甲艙 這絕對是一個標誌性的未來 為什麼 因為這告訴我們 不管從我們關心的F16 F16是Fiber Street F15也有新的 F15ES上面的電站是新的 再加上現在FS8 那就告訴我們什麼 這就是這一個我們講的第四代 或是第4.5代的戰機的 電站系統的全面更新 我們可以在這邊可以看到一個 F18的版本 已經開始了 對 EX18已經開始了 對 這個對我們來講 就是一個全新的 全新的一個世代開始 其實也有 我也看到在外國的評論上來講說 這樣子才是一個完整的 新世代的 雷達跟電站的戰力 對沒錯 因為我剛剛講就是說 如果你原先 ALQ99的那樣一個 它不管是綜合 然後對比 然後去干擾 而且因為我們剛剛講到就是說 ALQ99最大的問題 它干擾跟結收 它不能同時進行 是是是 它分開做 是 就結收完結收完之後 然後開始轉換 然後switch到干擾 然後開始 這也是為什麼 ALQ99要帶比較多顆的原因 對 但是我們剛剛講的就是說 再加上就是說 ALQ99已經過去 類比世代的這樣一個產品了 所以你已經 你現在自己 A187都是APG79 是ISAR這個天線 又還要跟這種類比 時代的科技做搭配 它不是說不行 但它的效果 就沒有辦法達到最大化 所以你看像我們剛剛講到 現在這個249 它的前面就已經運用到 ISAR主動的科技的天線 去主動的去搜索 你的雷達的敵方 不友善的標定源 其實你會覺得說 你這個要去 東西你不都一定要被照 就是你要用被動式 才有辦法去進行搜索 但是現在這個技術 我剛剛講已經進步到 就是說你可以用ISAR這個天線 產生了主動電子的電子波數 去搜索 那種對你有敵意的訊號源 這個我覺得就是在科技上來說 是一個很大的一個 跟那個就是 ISAR跟沒有ISAR 實在一個最大的差別了 確實是啊 所以這邊也可以跟大家講到 就是說其實孝哥這次 雖然在採訪上面 真的是蠻辛苦的 可是拍到很有價值的東西 也不是說我今天去一次 就剛好拍到 我跟你說 它在下位的時候 你會發現 你如果到機場旁邊等 他早上大概9點鐘 會有一批兩架F22上去 然後大概到10點50分 會有兩架VX9的飛機上去 上去什麼不一定 所以我跟你說 大家看到這麼一張照片 覺得好像沒什麼 那是去搜了 蹲了大概快一個禮拜 就碰到這麼一回 好不好 蹲了一個禮拜 就碰到這麼一回 對 而且這邊也要跟大家講一下 就是說我綜合之前孝哥的 親身採訪的經驗 其實我有一個印象 就是說LU99或是ES8G 它的投散率其實不是太好 對 你說對了 真的不是太好 但是那個東西對於 艦隊防空作戰又操縱 非常重要 但是我必須要 尤其他要做SEED的時候 你就是要靠它 那孝哥的給我這個印象 在我2022到Dreampack的時候 我親自訪的結果 我也得到證實 確實不是太好 我沒有不敢問數字啊 但是我確實真的在艦上的人 也告訴我不是太好 可是我相信249 是一定可以想要來解決這個問題 對 對來解決這個問題 尤其是LU99出來很久 它的消失性傷源的問題 確實也開始造成問題了 所以249來說 可以真的是看到就是說 ES8G或者是說 在航線上面的電站 伴隨電站的一個信息網 任督二賣會打通了 對他的信息網 好我們這一集 就是非常感謝孝羽哥 就是這個行扣 就是從孝羽回來之後 是在這個Memory 非常的fresh的狀況之下 趕快跟我們分享 他這個時候的 其實大部分是心情 我們這一集 其實會講的比較通俗一點 但是孝羽哥有準備了 非常深入的部分 我們包含不管是他這次採集到的資料 或者是我們這次學到的知識 我們都會在後面的節目裡 還會有幾集的談論 跟大家分享 因為其實以環泰來說 這個部分只是空中裝備的部分 其實環泰他可以分享的部分 還有包含工程演習 因為其實環泰的演習 環泰他是應該這樣說 他是許多的drill 操演 綜合成的一個exercise 但他裡面是真的拿來做exercise的時候 其實大概基本上是有 可以算是有三個東西 第一就是single exercise 他的前後他是會舉辦那個弄兩場 而且我們這次其實說真的 我們還拍到了 我們還錄到了 大概一分半鐘左右 那個塔拉瓦號 從我們前面拖過去的影片 大家現在看 那個塔拉瓦號拖出去 都幾張照片 有沒有看到影片拖出去 沒有 是吧 對不起 獨家 獨家 到時候大家可以來看 我們那個塔拉瓦號拖出去 那個那一小段影片 雖然說 也不過就一分多鐘而已 但我跟你說這一分多鐘 就是沒有 人質不易 對就是真的沒有 對別人就沒有 就是我們有 是 然後第二就是 其實是 船艦他們要一起做photo exercise photo exercise說真的 你真的要去看 你也不是辦不到 但是你的代價會非常昂貴 大概要花3000多塊美金 自己租直升機去 是 世古有把價錢算出來 他說你去看真的也可以 但你要花大概3000多塊美金 自己租直升機 而且還不能靠得太近 你知道那些船在那邊跑 然後你靠太近 因為你可能會危急到 他的空中的拍攝等等 所以他可能到一定的距離 就不讓你去 但你可能遠遠可以看到 一團船那邊跑來跑去 那photo exercise 然後另外一個 是就是 amphibius 那個兩棲登陸 兩棲登陸 就是我們其實是 透過 CIB的安排的一個部分 然後另外還有 由這個叫世古所形容的 special operation的這個部分 都拍到一些東西可以跟大家分享 所以我覺得後面可能 大概還可以再跟大家 深入分析這個部分 對對對 然後還有這一次跟上一次 我哥小哥 我們都有看到的 就是像在Costga的部分 對 這個部分其實 雖然說好像兩次的差別並不大 但是我們也有很深入的 可以看到他們的持續練習 對 所以整個REPAC來講 他真的不是像大家想像 就是只是一個大拜拜 或說也不是說 只有說帶大家裡面去港裡面 拍拍在港裡面的船 對對對 那個真的很不一樣的 這個跟大家意義上覺得說 像國內演習 那就會有新聞官接待各媒體 各媒體這個位置喬好了 然後我們要開始了 飛機從哪裡進來 你們好好拍 沒有REPAC沒有這種東西 對 REPAC就是他們真的認真的 在做他們的drill 你可以拍什麼 那你就拍 那內容的話 在他們審過之後 可以go public就go public 不能go public 那你就最好 就乖乖聽話 就是這個樣子 所以說這個還是跟大家很不一樣的 也是很不一樣 那其實像我就可以帶給大家的 除了說我們現在看到的這些內容 以及像我採集到的資料之外 其實大家可以知道 國內有這麼豐富的REPAC採訪經驗的記者 這個支持一家別無分 就是像我剛剛講 我正確實在說 為什麼我會說我們不方便登箭 會讓我馬上有那些聯想 其實我很誠實的跟大家講 我以前犯過錯 就是因為我以前犯過錯 所以我知道 當他給你的反應 是什麼狀況的時候對不對 你這時候就會從 你的經驗裡面去找出 你為什麼會這樣講 你這樣講就代表 有什麼問題發生了 所以當然這些事情都已經過去了 但是我想要跟各位觀眾 各位會員分享就是說 大家看到我們這一集節目 以及看到笑語哥帶回來的影片 跟資料裡面 其實裡面有很多的部分 是只有笑語哥的經驗 帶著大家看你才看得到的東西 這確實是 的確小小的說帶你看你們到 所以這個是其他 你在各個其他的媒體裡面 你絕對是看不到的 這個也是我們這次笑語哥去 其實是不能說量化 就是說你用錢換不到的價值 對啦 這個也是我們可以 貢獻給大家最多的東西 好我們這一集 感謝笑語哥這次辛苦的 RAMPAC的執行 真的非常的辛苦 不只是身體的辛苦 還有心裡面的辛苦 也非常謝謝各位會員 各位觀眾 在這一段我們真的 作業不易的狀況之下 大家還是不離不棄 還是期待笑語哥帶回來的東西 我們一定會把笑語哥帶回來的東西 好好整理給大家 感謝大家的支持 我們今天非常謝謝笑語哥 精采的講解 也非常謝謝各位會員 跟各位觀眾的參與 好感謝各位觀眾持續追蹤跟觀賞 我們的笑語談 就是我們笑臉笑尾 真的會員 感謝您對我們節目 這樣一個長期的支持 讓我們能夠把 國內的基本運作的問題 可以說得到的解決 然後我們也才有能力 去行有餘力 走得更遠看得更廣 那非會員 還是要麻煩您看我們節目的時候 真的要為我們訂閱 按讚分享 開小鈴鐺 這段廣告說來說 短廣告看完之後 緊接著來長廣告 也請幫我們看30秒之後 再按下略過廣告 才能夠讓我們去加入 那小小的YouTube廣告分潤計畫 去吃一次那YouTube 賞給我們的這個 德國蟑螂肉吃啦 好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請幫我們分享 訂閱 按鈴鐺 打點名嘴 我們下次見